第八十六章 谢商发觉自己动心 朱婆婆在林奶奶那里买了十斤洋梅 用来做洋梅酒 把洗干净的洋梅装在密封的玻璃容器里 用白酒煤过洋梅 再加上糖 泡个几个月就可以喝了 温长林在旁边看 护士长的电话打过来 长林 护士长沉默了一会儿 验从他 护士长的语气很沉重 转来我们关怀病房了 关怀病房还有个名字 临终病房转来关怀病房的 都是阎王老爷已经写下了名字的人 我知道了 温长林挂断电话 和家里的梨花猫一起蹲着 继续看朱婆婆泡酒 朱婆婆泡了三个玻璃罐 看了看还剩下的白酒 酒有点多了 长林 帮我再拿点洋梅来 温长林蹲着不动 婆婆 多的酒可以给我喝吗 朱婆婆说 这是白酒 度数很高 街上摊酒的老张头 就喜欢喝这种辣喉的白酒 食饮酒醉 没有关系 我酒量很好 朱婆婆也不知道温长林 怎么突然起了酒性 也不扫她的信 连桶带酒都给她 拿去喝吧 我给你弄点花生米 朱婆婆去给温长林 弄下酒的东西 温长林去拿了都晚 坐到竹床上 给自己倒上半碗 院子里的勾吻 都已经缠到桂花树上了 勾吻生物件是神经毒 中毒时首先表现为口腔急咽喉啄痛 呕吐 腹痛等消化道症状 继而出现眩晕 吞咽困难 瞳孔散大等类似阿托品中毒的症状 最后因呼吸中枢 麻痹 窒息而死 藤叶长得这么好 怎么不开花呢 喵 温长林扭头看花花 你也想喝吗 喵 他又到了半碗 你不可以喝 他习惯喝慢酒 小口小口地喝 不用人做陪 一个人喝 从四五点喝到日落 他酒量真好 这样都醉不死 长林 朱婆婆在厨房喊他 吃饭了 哦 来了 温长林放下酒碗 起身 朝着大门的方向 脚步有一点点亮枪 隔壁如意当铺 今天来了客人 是位穿着不俗的男士 谢商在一楼放荡案的房间里 张小明敲了门进去 谢商手里拿着一本书 视线却看着别处 屋子里点着锥箱 这箱是带略烟雾的那种 但不迷眼 也不枪笔 让人有种 误入了旧时书香家的错觉 老板张小明把名片拿出来 是VIP客人 谢商仍然看着别处 你来接待 我 张小明困惑 纳宁 谢商放下书 起身 张小明顺着谢商刚才视线的方向 从小窗户里 看到了隔壁温小姐 温长林漫无目的 摇摇晃晃地走在路上 街上卖鱼的香菱扫喊他 小温 这条鱼你帮我 温长林仿若未闻 一直往前走 偶尔会抬头看灯笼 找出去的路 谢商看得出来 他喝了很多酒 走路走不了直线 他走了十几分钟 走到了公交站点 坐在站点的椅子上 是很乖的坐姿 摆一辆车 他就转一下头 147路来了 温长林起身 上了公交车 摸摸口袋 没有硬币 他塞了一张20的进去 也不要找灵 司机师傅喊他 他也不答应 往最近的座位去 坐了靠窗的位置 看外面 谢商坐到最后一排 原来喝醉酒的温小姐 是这个样子 孤独的好像 这个世界上 只有他一个人 车上语音播报 车辆到站 请从后门下车 温长林起身 走下车 脚步晃悠 路越走越歪 但看得出来 他是要去地红医院 谢商也下了车 他去了肿瘤科 关怀病房区 这里他很熟 是他工作的地方 闭着眼睛都不会迷路 他一间一间地找过去 关怀病房很安静 死一样的安静也对 再怎么关怀也是临终 不可能会有一点欢声笑语 温长林找到了 他进去 不忘把门合上 谢商在外面 听到他喊了一声 阿娜 然后便没有了声音 温长林在里面坐了很久 大概有半个小时 他出来之后 谢商看了一眼病房里的人 并没有醒 是燕丛 温长林又坐147路回去 到家的时候 猪婆婆不在院子里 她坐到花花旁边 继续喝她还没有喝完的白酒 晚风把叶子吹下来 她突然开始唱歌 来来回回 只有一句 一闪一闪亮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星 一闪一闪亮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星 一闪一闪亮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星 谢商本来不想打扰一个 九星正好的人 没有忍住 温长林 温长林回头 有点慢半拍 眼睛润润的 哇 是谢星星 然后他改了歌词 一闪一闪亮晶晶 满天都是谢星星 谢商愣在原地 他看见了 温小姐哭了 他走过去 蹲下来 抬起手 随后他整个人呆置住 谢清泽死的时候 温小姐一点都不伤心 谢商一直想让温小姐哭 他接赋饮的典荡生意 他出现在和堂街 出现在猪婆婆的院子里 出现在温小姐面前 都是为了要他痛 要他把倩的眼泪还上 现在他哭了 他的本能却是蹲下来 去擦他的眼泪 他猛地后退 眼底平静全部打乱 第八十七章 点燃情人香 谢商汹涌的情 他猛地后退 眼底平静全部打乱 不应该这样 不该这样 他需要冷静 转过身 试图走出这个 到处都有温长林痕迹的院子 温长林在叫他 谢星星 不要叫他 星星 温家女会下鼓 原来是真的 后面所有的行为 好像都不受大脑的掌控 谢商折返了回去 走到温长林的面前 为什么哭 因为燕丛吗 因为阿娜吗 他眼睫煽动 眼泪滚落 是沙子近眼睛吗 他在说谎 谢商见过他沙子近眼睛时候的样子 不是这样 谢星星 你给我吹 温小姐有时候喜欢用很直白的语气 像指令 谢商蹲下来 抱住温小姐 不要哭 想要弄哭温小姐的人 到头来 哄他不要哭 谢商感觉自己要疯了 怀里的人很安静 乖乖地靠着他 他吸了吸鼻子 蹭着他的衣服 把眼泪都蹭干 久久都不说话 因为酒意 他慢慢睡着了 在平静湖面上 砸了巨石的人 居然睡得这么安稳 谢商想把他弄醒 问他到底下了什么鼓 他保持着一个动作 直到身体僵硬 他才将他抱起来 送回房间 他的房间跟他这个人一样 硬邦邦的风格 像块石头 谢商把他放在床上 房间里的空调 盖着一块就床单扯下来的布 显然是不常开的样子 谢商打开老师的电风扇 风扇的支翼支压压地转 房间明明有噪音 却给人一种诡异的沉寂 温常灵换了的姿势 把自己弯成一条毛毛虫 用双手抱着 眼睫毛眉干 沾着湿湿的水汽 谢商看着他 不知道在问他 还是问自己 如果有一天 我伤害你 你也这么哭吗 不是石头做的心吗 喵 喵 花花趴在房门口 懒洋洋的 很惬意 喵 吵人得很 谢商抬头看过去 出去 花花很通人性 听得懂语气里的喜怒 知道男主人的情绪 已经快要到崩断的边缘 他立马起身 逃出了房间 避免被殃及 因为喝了酒 这个晚上温常灵难得睡得沉 因为温常灵 谢商的大脑清醒地在发疯 已经过了凌晨他没法睡 一闭上眼 思绪更乱他起来 为自己点香 思香是要根据品香人的心境 和情绪来选择香品 该给自己点什么香 谢商打开柜子 看着琳琅满目的香盒 思考了很久 最后拿了最角落里 黑檀木的盒子 书桌上有香挤 谢商从旁边柜子里 拿出香炉 在炉中铺上香灰 点燃香炭 埋进炉中 用灰压细致地整理好香灰 再放上鱼姆片 黑檀木的盒子里 只放了一小块沉香木 他用香加取来 放在鱼姆片上 盖上香炉 请客之后 烟云鸟鸟 慢慢弥漫于事 要闻久一点 久一点才能有效 谢商去书柜取书 坐鱼窗边 翻开第一页 久久 还在第一页 今日不知道招了什么邪 书也看不进去 他闭上眼 静静养神 耳边忽然响起声音 是女孩子的声音 轻轻的 很清脆 像香池碰撞在铜炉上 我会说话 我叫温长林 谢商 你说这里的风景很美 我来看看 顺便染了头 是温长林的声音 是温小姐又来扰她清静 我酿的琵琶酒可以喝了 你要尝尝吗 你也是坏人吗 你做过最坏的事是什么 你如果爱上一个人 能做到什么地步 能为了他背叛至亲吗 谢商没有睁开眼 慢慢的 有个轮廓在变得清晰 似乎就在眼前 他总是站得笔直 瘦瘦的 也不爱漂亮 他不爱说话 但有时候 声音像海妖的歌声 总是带着眼镜 他有一双漂亮到 可以蛊惑人心的眼睛 谢商 要听话 低头 我悄悄告诉你一个秘密 那天晚上 我是故意不锁门的 还故意在床头放了奖杯 我本来都规划好了路线 不会被摄像头拍到 逃走的时候迷路了 我才不会给那种人下骨 再对你下骨 我已经对你下骨了 你应该爱我 再爱你啊 这不是你要的吗 手里的书被越窝越紧 谢商想睁开眼 却像被梦碾住了 古人真的会下骨吗 他们都是怎么下骨 中骨的人会怎么样 动不了吗 身不由己 心不由己 像傀儡一样 磨一绕耳 然后丧失所有自我意识 是这样吗 谢商 谢商 别叫他 不要再叫他 我没有其他值钱的东西 这里面是我所有的积蓄 我可以用这些钱 典当一件事吗 我不会赖账 我会对你很好 绝不觉得我心狠 谢商 我不是什么好人 你看左眼了 别说了 不要再发出声音 不要再蛊惑他 星星是你的小名吗 谢星星 你怎么不答应 谢星星你看 那里有一颗你的兄弟 好闪 谢星星 我叫你 你要答应 谢星星 星星 一闪一闪亮晶晶 满天都是谢星星 谢商猛然睁眼 在瞳孔还没有完全聚焦的时候 看到了温长林的脸 他下意识伸手 碰到的却只有空气 眼前好多好多个他 手里的书掉在地上 他去捡 低头 谢星星 你怎么不答应啊 谢商捡起书 抬头 一闪一闪亮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星 谢商 谢商 谢商身体仿佛被定住了 书再一次掉在地上 抬头是温长林 低头也是温长林 他的世界里漫天遍地都是温长林 他看向香炉 香烟萦绕 乌达拉美盛产一种沉香 叫风香南木 形状很像风潮 他闻起来味道很淡 有点像枝子花 但闻久了会让人产生幻觉 看到你想看到的一切 因此他有个别名 叫日有所思香 谢商点的是日有所思香 贺东周曾经细说 风香南木应该叫情人香 第八十八章 谢商为长林发疯 谢商有潜水症 凌晨两点 他把自己沉入深海 海里没有清凝香 没有风香南木 他潜到深处 闭上眼片刻 重新睁开 谢商 海里也有温长林 岸上 前店的万经理和他店里四个技术最好的水费潜水教练都在晚上的海风很大 吹得人心绪难按 万经理心脏都快悬到嗓子口了 下去多久了 旁边的教练说 比规定时间超了七分钟 谢先生潜水的时候不喜欢被人打扰以往还好 今天谢先生很反常 无视了前半规则 独自身前 这是玩命啊 这到底是考验谁的心跳 谢商先生是玩过极限潜水的人 但万经理不是啊 他心脏弱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频频看手表 怎么还不上来 顾不了那么多了 赶紧下去捞人 这要是出了事 万经理不敢想象 那可是谢家和苏家的眼珠子 四个教练刚准备下水 海面有了动静 谢先生上来了 万经理松了一口气 赶紧过去 谢先生他仔细察言观色 您没事吧 没事 从前店出来 谢商独自开车 上了环山公路 他把车窗全部打开 油门踩到底 路灯飞驰后退 声浪震动耳膜 迎面来的风狂乱肆意 下了环山公路 交叉口有一家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 谢商把车停在路边 进便利店买了烟和打火机 烟是他没有抽过的牌子 他随意拿的 烟丝很粗糙 强猴 不过他觉得还好 劣质烟丝带来的不是 能稍微缓解心脏 被疯狂挤压的窒息感 那种窒息感 类似于裸钱到深海 不穿戴任何防护装备 强烈的气压差 让人难以喘息 凌晨4点28分 贺东周的手机响了 他怀疑自己看错了 又确认了一遍来电人和时间 的确是谢商 谢四公子 你不是不喜欢熬夜吗 知道现在几点吗 谢商没说话 贺东周先辈子坐起来 吵醒我了又不说话 搞什么 东周 谢商声音不对劲 贺东周问了声 等他的话 你爱你的小八小姐吗 这是谢商第一次问起 贺东周的感情生活 贺东周没有玩笑 认真回答 爱 你能为他做到什么地步 谢商在户外 路过的车在鸣笛 夜晚 两个音鬼不相容的声音重叠 有种奇异的宿命感 能为了他背叛至亲吗 任何一个人问这样的问题 贺东周都不会觉得奇怪 但问的人是谢商 贺东周从来不认为 谢商会真正爱上一个人 哪怕谷一欢 天天嚷着谢商谈恋爱了 贺东周也始终觉得 谢商没有烦心 现在 贺东周改变了看法 他回答 能为他死 谢商骂 疯子 这个世界疯了 谢商挂断电话 点燃了第二根烟 他不会到这种地步 那个人是温小姐 他不会 谢商在御连院住了两天 贺东周本来就住这边 在谢商楼下 谷开云过来 给谢商送安神的药 谷一欢也非跟着来 谷一欢话是真的多 最近又有经纪公司联系他 他觉得靠谱 不过还是想谢商帮他把把关 他分析了一大堆 四哥 你觉得呢 谢商在沙发的另一头 抬起眼皮 什么 他精神不太好 倦意很浓 你有没有在听啊 没有 谷一欢想再重申一遍 谢商已经垂下了眼 睫毛懒懒地搭着 贺东周在煮咖啡 谷一欢过去 你有没有觉得 四哥这两天情绪有点 谷一欢低声 不稳定 好像对什么都很烦躁 对什么都提不起劲 昨天谷一欢跟谢商打游戏 谢商把他炸死了 贺东周往客厅那边看了一眼 只说别惹他 谷一欢看向窗外 也没打累下雨啊 谢商起身 我去睡会儿 谷开云叮嘱了句 别吃药了 你这两天过量了 他前天给谢商的安眠药 刚刚过去看 少了很多 谢商喊了声 去了卧室 他把窗帘全部拉上 放在桌上的手机震了一下 他站着看了惠儿 才拿起来房间里不透光 手机屏幕的光照在他脸上 四周却黑漆漆 明暗对比之下 铺着光的轮廓 像黑白胶片里的影像 温长陵 你今天晚上回来吃饭吧 温长陵 朱婆婆晚上要做板栗烧鸡 问你回不回来 谢商没回 把手机扔桌子上 他走到床头 拿出药瓶 没有遵医嘱 倒出来一粒 XX 四哥这两天可太奇怪了 虽然房子隔音很好 谷一欢还是降低了声量 他昨天跟小区张老头下棋 居然输了 谷开云在接电话 贺东周搅动咖啡 接了句 哪个张老头 张达科 达科地产的董事长 出了名的奇差影大 谷一欢凭直觉猜测 他是不是跟温小姐吵架了 不然怎么不回当铺 吵架都不来哄 不合格 谷一欢在心里 给温小姐打了个负分 听见开门声 谷一欢立马抬头 看见谢商从房里出来 都没睡到十分钟 四哥 你怎么又起来了 不睡了 我出去一趟 谢商吃了安眠药 开不了车 叫了个车司机师傅 开车很稳 谢商闭着眼 有些昏沉 将睡未睡中途 他睁开过眼 外面的高楼和人群在倒退 形状被扭曲 可能是安眠药起了作用 现实和梦境一边割裂 一边纠缠 他有点耳鸣 恍惚 车停了 他没有急着下车 先生 师傅提醒 地红医院到了 谢商到了生谢 下了车 他来的不是时候 急诊有人在闹事 吵得他头疼 他这个人 不爱管闲事 没有多看一眼 静止路过 有人大喊 长林 男人很用力 温长林被他重重推了一下 胳膊撞在了 放满了应用品的推车上 他没摔倒 推车整个翻了 医用工具和药品掉了一地 男人迅速捡起剪刀 指着温长林 他面部轻微抽搐 精神处于癫狂状态 要我说多少遍 我很痛 快给我打分泰泥 给我打分泰泥 男人一边狂躁怒吼 一边朝着温长林挥动剪刀 温长林目光定住 瞳孔里突然闯进卸伤的影子 他拿起椅子 朝着男人颈部 毫不迟疑地砸下去 男人立马倒地 有女医护人员惊慌大叫 混乱里 温长林看见 卸伤面无表情地走向男人 举起椅子 一下 一下地砸他脸上的表情 镇定地可怕 仿佛清醒地在发疯 男人哀嚎求饶 没有用 卸伤记仇 他踩住男人推人的那只手 捡起地上的剪刀 第八十九章 情趣烟花 服从温小姐指令 没有用 卸伤记仇 他踩住男人推人的那只手 捡起地上的剪刀 卸伤 卸伤停下 本能一样 回头看温长林 他眼睛有血丝 几秒钟过后 不看温长林 继续刚才地 抬起手 锋利地刀尖 对准男人的手心 他要做什么 没人拉得住 从来都是如此 温长林从后面 拉了一下他的衣服 够了 又是这个语气 直白地指令 卸伤感觉自己不太清醒 安眠要让他思考不了 大脑因为已经养成了习性 会惯性地服从某个特定指令 温长林说够了 他收手 把剪刀扔给赶过来的保安 用手帕 细致斯文地擦掉手上的血 简单的白衣黑裤 盖不住一身的公子贵气 报警吧 他是瘾君子 保安被卸伤这 前后判若两人的气场震住 愣愣点头 卸伤拉着温长林 转头离开 到了人少的走廊 他松开手 以后遇到那种人 你能不能躲开点 他语气很重 眼里仿佛有星火 混乱翻涌 快要燃烧起来 温长林平静地看着他的手 你的手受伤了 你听没听见我的话 他说 你在这里等一下 他回急诊去了 卸伤靠着墙 重重地呼吸 若刚刚温长林不拉住他 他会做到什么地步 后背出了汗 潮湿的黏腻感让他很不适 他觉得热 身体像要撕开 药物试图催眠他的大脑 意识却在反弹 有什么东西疯狂地涌出来 他越压抑 越汹涌 他抬头 视线不自觉地去找温长林 温长林和急诊的护士长 说明了情况 拿了药 他回到谢商这边 跟我来 谢商跟着 温长林找了个空床位 放下托盘 把帘子拉上 谢商默不作声 只是跟着温长林 推了推他的胳膊 他就顺势坐下 目光从头到尾都在他身上 你还说我温长林坐下来 拉过他的手 用棉签仔细消毒 你能不能小心一点 他刚刚拿剪刀的握力点不对 伤到了自己 温长林 温长林抬起头 愣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谢商把心口不听挤压 冲撞的情绪压下去 我晚上不回去吃饭 你过来 只是为了说这个 温长林诧异完 继续涂药 缠上绷带 你可以用手机回复 他很奇怪 温长林把手套取下来 摸摸他的额头 有点烫 是不是生病了 谢商拿开他的手 你忙吧 他起身 掀开帘子 谢商 谢商停下 回头 温长林不太确定 问得小心翼翼 你是在生我的气吗 没有他说 这几天有事 他走了 他生自己的气 讨厌这种失控感 连自己的理智和身体 都掌控不了 这样的挫败 快要把他逼疯 两天后 温长林交接完班 讲游游问他 去不去蹦迪 他摇头 谢商不让你去吗 没有 谢商这几天都不在当铺 也许在忙 温长林不查岗 傲听酒吧 官司行最近有项目 保密性很高 他在研究院待了快一个月 今天刚从研究院回来 被古一欢五个连环电话 叫了出来 他是从家里的被窝里出来的 路上又睡了一路 后脑翘着一柳压弯的头发 状态还处在刚睡醒 猛猛然的 你叫我来干嘛 这个惦记他的音箱不响 帮我查一下是什么问题 官司行不是搞物理的吗 古一欢觉得他能休 官司行有起床气 难得在他脸上出现愤怒 就这个事 对啊 古一欢在电话里说的是 江湖救命 十万火急 官司行目着脸 不会说脏话 骂人每次都是同样一句 你有病 救命 骂人能不能不要用 被窝里带出来的奶印 古一欢真的丝毫都感受不到攻击力 改天一定要交交官司行 怎么骂人他催促 快修快修 我等会儿上台要用 蒋油油今天没有跳舞的兴致 他要了杯酒 坐在吧台 有个男人过来 在他旁边坐下 美女 一个人啊 蒋油油没有搭理 男人调笑 穿这么辣 怎么光在这里喝酒 一起跳舞呗 不跳 心情不好 没有心情不好 他不跟长得丑的男人玩 来被他一样的男人热情不减 吊耳铛撬着腿 正亮的鞋尖 有意无意地挨到了蒋油油的小腿 我叫阿斌 美女怎么称呼啊 蒋油油想踹人 他忍了忍 换了个坐姿 离不时去的人远一点 都来酒吧完了 装高冷就没意思了 蒋油油冷着一双漂亮的狐狸眼 你没看出来我不想搭理你吗 阿斌吃笑 目光露骨 把人从头到脚打量一遍 重点落在了腰上 不想被搭讪 你还穿成这样 蒋油油穿得很漂亮 是真的漂亮 女人见了一定会回头的那种漂亮 她的裙子不短 到膝盖上面一点点 长袖的款式 会露肩膀和锁骨 搭配黑天鹅的贴紧项链刚刚好 黑色明艳 但很大方 只是她身材好 裙子穿得凹凸有致 她从小漂亮到大 蒋正豪为了把她架进高门 对她的穿着管得很严 她只有私下才能穿自己喜欢的裙子 她打扮漂亮 不是给这些眼睛脏的人看的 我穿成哪样了 阿斌凑过去 暧昧地嬉笑 很欠睡的样子 蒋油油拿起酒杯 阿斌被人从后面抱了头 蒋油油不是她打的 她没来得及打 阿斌扭头 双目喷火 妈的你谁啊 对方高高的个子 脸上的轻卷斯文 手里拿着一把扳手 表情很专注 认真在骂人 你有病 阿斌摸到一把血 妈的 她抄起手边的凳子 古一欢正在捣鼓乐器 一欢 乐队的王元清指了指吧台那边 那个是你表哥吧 古一欢瞧过去 就看见一个头发里的像老改犯的男人 举着凳子 要砸官私刑 古一欢跟官私刑 虽然气场不和 从小吵到大 但那也是真金白银的表兄弟 还能让别人欺负 操 古一欢扛起拐杖 单脚跳下台 老改犯 你砸谁呢 老改犯阿斌一转头 拐杖迎面就是一下 阿斌被砸得裂切了几步 整个人狂怒 不等站稳 直接把手里的凳子摔出去 凳子不偏不已 砸中了官私刑的左脚 都不知道躲 古一欢气疯了 二话不说冲上去 压在阿斌身上 打那石膏都还没拆的腿 就跟医学奇迹似的 一个勾缠 压住了阿斌的大腿 王元清跟江月赶紧去拉 倒不是担心古一欢会被人怎么样 是怕本就亏钱的酒吧 会因为赔偿问题雪上加霜 王元清和江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两个人分开 并按住其中一个 古一欢爬起来 一缺一拐地拐到官私刑面前 私刑 你没事吧 官私刑声音不大 叫我善喜 只见他一缺一拐地拐到一个漂亮姑娘面前 你能送我去医院吗 古一欢 虽然没有证据 但古一欢很怀疑 他觉得官私刑可能是故意一动不动 等着被砸 人人都夸官私刑聪明 是天才 是物理界冉冉升起的星星 除了性格有点自闭 不爱说话之外 没有缺点 古一欢不这么觉得 他一直觉得官私刑是个小绿茶 但没人性就举一个例子吧 以前官私刑在他家住 闯祸的时候 官私刑没漏过一次 虽然人不爱说话 但扎轮胎 掏鸟蛋 用鞭炮炸邻居的宠物呀 官私刑都去了 可是挨罚的永远没有他 而古一欢呢 挨自己那份打不够 还要挨戴坏官私刑的塔 这还不是绿茶 蒋油油 蒋油油看着官私刑的左脚 能走吗 他扶着吧台 走不了 蒋油油今天是单独出来的 没有办 找不到搭把手的人 他看了看周围 找到了熟面孔 古一欢 古一欢诧异 你认识我 我们见过 你是 很面熟来着 哎 古一欢的脑子 总是装布了很多东西 我是蒋油油 蒋家那个端庄贤良的五小姐 古一欢跟她见过几次 在这样那样的场合 但没正式打过照面 印象不深 她倒是听狐朋狗友 说起过蒋家的五小姐 听说是个喜欢在家绣花的淑女 能借你的拐杖用一下吗 古一欢双手奉上 能啊 怎么不能 她家王善喜 总不能一辈子跟屋里过吧 蒋油油和关四行去了医院 古一欢自己给自己收拾烂摊子 卸商也在酒吧 在卡座那边 离得很远 插不上手 就没有管这点事 古一欢自己能搞定 萧丁竹刚唱完一首 现在她中场休息 过来卸商这边 卸商这两天 情绪都不太好 来酒吧点了酒 却一滴不沾 这么吵闹的环境里 她就那么坐着 什么也不做 半合着眼 仿佛来酒吧睡觉 有时会有异性过来搭讪 她也不开口 萧丁竹主动挑起话题 卸商 关教授刚刚帮的那个女孩 你认识吗 不熟 是你们圈子的 不清楚 卸商的心思不在这 对什么都兴致缺缺 一欢冲动也就算了 怎么关教授今天也这么乱来 桌子上有仙女棒 卡座专门配的 给年轻男女玩这些仙女棒的用料 十分新颖讲究 不会引起火灾 听说是一个情趣用品商研发的 火光不烫人 可以用来玩那种情趣 萧丁竹点燃了仙女棒 卸商抬起眼皮 卸商 你如果不是想追那个女孩 不要用她的仙女棒点烟 她会心动 这是温小姐说过的话 温小姐的话是咒语 这几天一直折磨她 卸商看着那根正在燃烧的仙女棒 若是以前 她不会这么直接 萧小姐 你喜欢我 是吗 萧丁竹愣在那里 萧小姐 卸商以前是怎么称呼她的 萧丁竹想不起来 好像卸商没有叫过她的名字 她没想到 卸商会把窗户纸戳破 她挣扎了很久 奈何熬不过心里那点卑微的心思 还是点了头 周围的光线很暗 她借着焰火的光看卸商 卸商这样的人 很难不心动吧 她第一次见卸商 是在谷义欢家里 卸商在烹茶 屋里点着好闻的香 她随口问了一句 喝茶嘛 真的是很随口地问了一句 不要喜欢我 温长林会不高兴 卸商起身 离开卡座 顾某 请去烟花啊 我想 林宝 你不想 顾某 我是土狗 第九十章 温小姐主动哄 朱伯伯说 快递的纸盒子不要扔掉 塑料瓶子也不要扔掉 捆绑好放到门口 林奶奶每天赶早回去收 温长林用袋子装好纸盒子 靠着墙放 远处停了一辆车 车身是黑色 太远了看不清车牌 温长林正要走进去看 朱伯伯在屋里叫她 长林 你来一下 来了 温长林回屋去了 大门没关 花花跑了出去 她跑到黑车那里 用爪子去扒拉车门 喵 车门打开 花花跳上了车 谢商本来要回玉莲院的 莫名其妙开到了这里 她这几天做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事 谷开云昨天跟她聊起中医病症 说有些病潜伏压抑得太久 爆发的时候就会来势汹汹 喵 谢商把猫抱起来 放在了副驾驶 猫很老实 趴着给自己舔猫 她又开始做莫名其妙的事情 她问着猫 温小姐这两天过得好吗 喵 温小姐有没有在迷路 喵 谢商觉得自己有病 花花睁着一色的瞳孔盯着谢商看 她揉了揉猫咪的脑袋 手上的动作很温柔 告诉温小姐 我过得不好 不是女朋友吗 尽点则啊 两天不联系 一通电话都不打 谁当初说会对她好来着 温小姐真是石头做的心 还没有这梨花猫有良心 谢商打开车门 放梨花猫回去报信 去吧 花花一不三回头地回了家 跑到厨房 温长林在给猪婆婆烧火 她不太会烧 只敢一点一点地添柴 不敢人理了灶 花花跑过去蹭温长林的腿 喵 怎么了 喵 温长林摸摸她 要乖 要乖 温小姐喜欢乖的 地红医院 关思行左脚踝骨裂 打了石膏 蒋油油扶着她去病房 抱歉 害你受伤 没关系 关思行走得很慢 拐杖用不惯 丢在了一边 你没做错事情 她表情很认真 是那个男的有病 蒋油油整理了一下 肩头吊带上的黑色花朵 她就像她脖子上 带着的那只黑天鹅 笑得漂亮而自信 我知道 长得美 没有错 她很美 关思行觉得 她比她命名的那颗行星 还要好看 我给你办了住院 要不要联系你家里 她摇头 他们都很忙 她父亲最近被她母亲 督促着赚钱 真的很忙 那我给你请个护工 好 等护工来的时间里 关思行坐在病床上 蒋油油在削苹果 苹果是隔壁床大爷给的 蒋油油应该没有削过苹果 苹果都快削得没有肉了 但她削得很专注 护工来了 蒋油油把所剩不多的果肉 切成小块 放在床头 那我回去了 关思行摘下了眼镜 她的瞳孔很黑 很少有成年人的眼睛 会这么清澈 里面没有一丝杂志 你明天会来吗 她好像不会藏心水 她到底知不知道 她这样很容易 让渣女动坏心思啊 蒋油油自认是个渣女 不过她还有点良心 回来 我在这家医院上班 她回头嘱咐了护工几句 我走了 关思行探头 目送 嗯 人走了 关思行坐着吃苹果 嘴角一直弯弯的 打着石膏的左脚枕着枕头 忍不住小弧度的晃晃 如果她有尾巴 一定会有 古一欢的电话打来了 你说 你是不是故意被砸 关思行咬着脆脆的苹果 心情好好 我不是 你是 我不是 你是 我不是 古一欢 算了 不是行了吧 古一欢问 王善喜是怎么回事 关思行因为心情好 所以愿意说 她喜欢大学生 那也不能骗人吧 她先认错的 古一欢对男女那点事 也不在行 评价不了 但有几句 她必须叮嘱 谈恋爱可以 不可以太快发生关系 某人二事出头 就活成了老父亲 万一真的要发生关系 也一定要做措施 古一欢终于体会了到 她妈的心情 就是孩子长大了 要出去飞的那种心情 有点沉重 避孕套会用吗 你爸爸有没有教过你 古一欢 你有病 关思行把电话挂掉 耳间通红 炎炎夏日转顺又过去三日 猪婆婆说 今年比往年要热一些 温长林前天晚上值了夜班 今天休息 早饭她在米粉店吃粉 碰到了陶姐 长林 怎么好几天都没看到谢老板 温长林用勺子喝汤 垂直的睫毛微微颤动 有心事的样子 她在忙 那天在医院 谢商说这几天有事 忙什么 不知道温长林不喜欢问东问西 陶姐替她操心呢 你们吵架了 她表情失落 没吵 但谢商好像在生她的气 好像不愿意理她 你这样可不行 陶姐哭口婆心 你要是还想跟谢老板处 就不能太不管她 谢老板那个条件 不用我多说吧 在外面肯定很吃香 你不盯紧点 被别人抢走了怎么办 温长林说话很文静 吃饭也斯文 抢得走的话 我就不要了 陶姐以前以为 温长林是那种温顺绵软的女孩子 会很听话 会乖巧地依附另一半 现在感觉不适 你还想不想跟人处 温长林老实地点头 想的 那就抓紧点 温长林后知后觉 她已经有五天没有见到谢商了 她前天晚上打过一个电话 但是谢商没有接 她的通讯录里 给谢商存的名字是 A谢老板 谢老板又不接她的电话 下午 温长林去了一趟奥厅酒吧 这个时间点 酒吧还没有客人 吧台上调酒师 在擦杯子温长林过去 你好 她问调 酒师 请问你们老板在吗 你找我们老板有事吗 有事 调酒师放下手头的东西 你稍等一下 蒋油油跟温长林说过 这个酒吧的老板 是谷一欢她上次 和燕聪一起过来玩 在酒吧也看到过谢商 跟谷一欢 谷一欢出来了 温长林先问好 你好 谷先生 谷一欢看见人 很诧异 之前没仔细看 温小姐这张脸 好熟悉啊 谷先生 谷一欢不纠结 还在哪见过这张脸了 你是来找四哥的吧 还算有点良心 知道来哄人 但良心不多 现在才来 谷一欢忍不住审视 这位温小姐了 看着也没什么大不同的 到底有什么本事 能把四哥搞得天天吃安眠药 是的温长林礼貌询问 你能告诉我谢商在哪里吗 谢商昨天刚从来历途回来现在的话 谷一欢中午听他哥说了一嘴 他在望贝山 望贝山的环山赛车场有个夺命九弯 是很多赛车手的噩梦 谢谢你告诉我 温长林道完谢 是国内最长的场地赛道 很多职业赛都在这里举办 望贝山赛道还有个很特别之处 这里是国内唯一可以合法举办公益车才赛事的场地 主办方是上面指定的 赛车手不适 赛车手不设限 比赛之前主办方会发行一定数量的车才 车迷可以选择性购买 但车才的盈利不会给到车迷 也不会给到主办方和赛车手 而是会以车才购买人的名义 全部捐入慈善机构 这是一种娱乐性质的慈善行为 所以上面很支持 想博好名声的赞助方也很多 每三年举办一次 关于公益赛事的内容 温长龄是从山脚的宣传栏上看到的 入口有保安 温长龄走过去询问 你好 请问怎么进去 保安指路 右边买票 温长龄去右边 右边有个亭子 亭子里坐这位大婶 你好 买票 大婶在电脑上操作了一番 转过头问 看台前面的票都没有了 只有最后一排的 要马 要 扫马 三百八 温长龄扫马赴钱 排队进场的时候 温长龄前面是两个女孩 穿得很漂亮 撑着遮阳伞 黄裙子的女孩手里拿着一个小风扇 惊天人好多 当然了 继神来了 继神是谁啊 温长龄闲来无视 听了听 非吊带的女孩给黄裙子女孩科普 帝国赛车圈的神落她嘻嘻一笑 是我们女车迷私下取的外号了 不过她技术真的很好 继神很少参加公开赛 没发现今天看车的女生很多吗 都是冲着继神来的 长得很帅嘛 哥老远见过一次 脸没看清 身材跟气质都好顶 黄裙子有点不相信 要不要这么夸张 赛车圈算是冷门圈子 黑吊带表情超夸张 一点都不夸张的好不好听我圈里的朋友说 继神不混职业圈 玩极限赛车比较多 场地赛车很少夺命九弯知道吗 继神是最快单圈记录的保持者 在前年的GT赛上 直接一战封神 黄裙子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 那她不是我赢吗 你可以压她赢 不容易出错黑吊带说 压她输的话 万一她真输了 你就赚大发了 这个赚大发温长龄是知道的 宣传栏上有说 车彩一柱起买 赢了十柱就可以跟主办方 兑换一只红玫瑰 继神书的赔率是一比一百 有人压她输吗 有啊 玫瑰显中球吗 玫瑰显中球 温长龄觉得有道理 她买了十柱 压继神书 车彩上有地图 环山赛道分两个部分 外场和内场在看台上 看不到外场的实抗 但是看台周围设置了超大的电子屏 会实时转播外场的赛况 外场九道弯之后 车手进入内场 终点设置在了内场 四周看台可以容纳五千人 宣传栏上说一次公益赛事 最少可以帮助建立十个小学 温长龄找到自己的位子 坐下来 开始找谢商 谢商会赛车 这她是知道的 所以不会再看台 她应该在赛道上 很巧 黄裙子和黑吊带 坐在了温长龄前面一排 计神是几号 四号 赛车手的名字出来了 打在了巨大的电子显示屏上 零四号 G显示屏上给零四号的赛车 切了个特写 女车迷尖叫 啊 好吵 温长龄有点想回家赛车手 开始入场 温长龄的左耳开始疼 因为声音太大 她的助听器对声音信号接收很敏感 呐喊声和赛车的声浪 一起摧残她的耳朵 电子显示屏上正在实施转播 解说很激动 夺命九弯上的战况可以用惨烈来形容 连续两辆赛车在第四个右弯上测翻 八个电子显示屏 温长龄不知道该看哪一个 第四个右弯之后有一条直线 赛车开到这里 车速最少都是200码以上 88号红色赛车过弯后 想超车 往右打了方向盘 后轮和右边24号黄色赛车的前轮发生碰撞 88号车子打横 被24号赛车顶飞后撞上了护墙 车子的后半部分瞬间支离破碎 这是温长龄第一次这么直观地感受到赛车的速度和惊险 前面两个女孩突然站起来 是04号赛车出现了 在正前方的显示屏上解说的声音从这一刻开始 激昂亢奋 4号赛车高速飘移过弯 过弯后连续急速飞坡 望贝山的环山赛道之所以会成为职业赛车手的噩梦 最大的原因是坡度抖 非常的抖 在夺命九弯上还敢油门汗死贴地飞行的 没有几个人 04号连转三个弯 飞坡落地 后面两辆车紧随其后 正中央的电子显示屏却在这时候切到了画面 悬天拉起 就看哪一辆最先进那场 来了来了 温长林扶了下眼镜 但他看不到 前排的女孩子正站着挡住了视线 前排女孩激动地大叫 04 是04 继神 啊 我死了 温长林捂了一下助听器 4号的车是黑色的 和全场五颜六色的各种炫酷赛车一比 4号相隔误入了年轻局的老干部 稳重地不像一辆赛车 那场的最后三圈是决赛圈 前排黑吊带的女孩声音已经寒雅了 就知道第一个肯定是04 同伴黄裙子 你压了他赢 没 我买了10柱 我压了他输 玫瑰显中球 压林四输的还是有很多的大家花钱做公益 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在乎输赢 那你激动什么 4号都要赢了 继神这么帅 输前我也乐意黑吊带的女孩终于意识到 自己好像挡了后面人的视线 他说了声抱歉 坐了下来 要做继神的女朋友 得多回开车 我草 怎么回事 4号赛车掉头了 车子高速飘移 停在了看台的8号入口 场内突然静止 继神下车了 原来继神的计是博仲书记的计 是谢继甲的姬温长林认出来了 即便04号还带着赛车头盔 正如前面女孩说的 身材和气质都好顶 在赛车场上 在高速冲刺的赛车前下车 是很危险的行为 这是温长林一个赛车小白都懂的道理 隔着很远 谢商好像在看她 她走到护墙边 取下头盔 应该是说了什么 但离得太远 温长林看不清唇语 前排的女孩疑惑 继神在干嘛 谢商抬起手 温长林这次看清了 是首语 第九十二章 谢商彻底认输 称臣低头 谢商抬起手 温长林这次看清了 是首语 下来 她迟疑了片刻 起身 走下去 她以前没有见过 谢商穿赛车服的样子 很耀眼 让人一步开目光 谢商 她先开的口 你输了吗 谢商所站的位置 是安全区 她和温长林之间 隔着一道半人高的护墙 因为她中途停车 一辆辆赛车 从旁边赛道呼啸而过 声浪刺激笔幅 电子显示屏上 记得排名 以翻滚的形式 不断地在往下掉 继神掉下神坛了 她丝毫不在意 只看着温长林 你怎么在这 古先生说你在这 我来找你 找我做什么 我联系不到 你温长林不确定 是试探的口吻 谢商 你是想和我分手吗 谢商没有否认 温长林的不确定 变得稍微确定了 于是她开始自我剖析 开始很体贴地 给谢商找分手理由 我可以理解 我不漂亮 性格也不好 你想分手很正常 但我觉得 至少应该当面说 不吵不闹 温小姐真是好脾气 把分手说得这么轻易 谢商一言不发 眼波也平静 但任谁都看得出来 她在克制情绪 平静底下 藏着濒临失控的 惊涛骇浪 等不到回答 温长林 失落地低下头 我明白了 如果分手 她会是一个 合格的前人 我不会纠缠你 她转身 肩膀刚刚侧过去 谢商拉住了她 她看向谢商 她对着组尾那边 单手做了一个手势 大概是赛车术语 温长林看不懂 你在做什么 她握着温长林的手腕 不自觉地用力 很用力 认输 这是望背山的规则 盘山赛道凶险 赛车手可以在任意路段 弃赛认输 她的名字 代表她的零四号 在这一刻 彻底消失在了显示屏上 有人开始欢呼 接着越来越多人欢呼 一比一百的赔率 从无败计地机身输了 为求刺激压高赔率的车迷们 都将收到计神认输的玫瑰 这样的反转 值得狂欢 一时间 无数双眼睛 都落在了温长林身上 想看一看 是谁让本该夺冠的赛车手 白白认了输 你输了吗 温长林抬头去看显示屏 上面已经没有零四号了 嗯 我说了 她的手被抓红了 谢商在柔纳一处 没有多余的注意力 去管其他的事 其他的人 那我赢了温长林 知道谢商拉住了她 就代表不会分手了 她挺开心的 我押了零四号输 赔率一比一百 我赚了好多玫瑰 温小姐 你赚的可不止玫瑰 谢商松开手 这里太吵 你待久了 耳朵会不舒服 你去出口那里等我 你呢 谢商已经弃赛 不用再回赛道 去善后虽然是公益性质 但她主动认得输 赔率那么高 总不能让主办方和赞助方买单 谢商站在原地 目送温长林 离开了看台之后 才去组委那边 这次公益赛的负责人 是谢商玩车时认识的朋友 朋友看了一整处的热闹 怎么回事啊 谢商 出了点状况 我们可都看到了 刚刚那位 你女朋友 嗯 朋友打去 女朋友来了 也用不着弃赛吧 倒不是什么大事 娱乐公益赛嘛 输赢没那么重要 就是组神的招牌给砸了 免得分心谢商这样回答 这一周谢商试过很多方法 深海 高空 月夜 速降 她让心脏到了极限 都没能打破温小姐的魔咒 她去了来历图 再撒了谢清泽骨灰的地方 坐了一晚上 却无话可说 温长林在出口 又碰到了前排黑吊带小姐 两个人一人捧着 一大束红玫瑰一百的赔率 十柱能换一百朵 两个姑娘相顾无言 略显尴尬 那个黑吊带小姐 觉得有点子羞耻 不好意思啊 不知道组神是你男朋友 温长林很友好 没关系 黑吊带小姐 应该是在等同伴 干站着不太好 就跟温长林闲聊 你也是赛车手吗 不是 那你开车厉害吗 温长林摸摸刘海 我是停车困难户 挺好的黑吊带小姐 善解人意的帮忙晚尊 就挺户部的 我爸妈也是 我爸一米九 我妈一米四 我取中间数 一米六五 温长林 谢商出来了 他走到温长林身边 花我帮你拿 不要 战利品要自己拿 温长林抱着花 绣了绣 跟黑吊带小姐点了点头 和谢商先走了 谢商的车停的不远 他给温长林开了车门 他坐进副驾驶 你什么时候学的手语 前不久 看视频随便学的 复杂的不会 温长林问题好多 我赢的钱会捐出去吗 会 那有证书吗 谢商上车 关上车窗 有 证书什么时候 谢商拿开玫瑰 抱住温长林 已经忍了一路了 他抱紧她 头埋在她肩上 急切混乱地摄取 她身上的气息 声音有些嘶哑 这些天 有想我吗 有的 温长林抬起手 乖乖地抱着谢商的腰 他在轻塌 轻塌耳边和脖子 极度缺乏耐心 没有一点点张法 是谁说你不漂亮 性格也不好 这个时候 他居然还记着这句 温长林有点痒 躲了躲 我自己说的 谢商缓了缓 慢慢平息 呼吸都是烫的 你对你的定位 怎么这么不准 那我漂亮吗 谢商抬起眼睛看她 笨 性格好吗 笨 虽然有脾气 但她就是觉得 温小姐要有点脾气 不用好说话 也不用善良 不用乖巧 不用跟任何人低头 温长林歪着头 凑近了看她 试图看穿她的样子 你好奇怪啊 一会冷淡 一会热情 谢商的回答是 温长林 我很想你 她又抱住她 你如果爱上一个人 能为她做到什么地步 温小姐问过她 能为了她背叛至亲吗 能 第九十三章 谢商护妻 为长林铺路 温一把烤好的饼干 从烤箱里拿出来 端到客厅 谢子玉在客厅玩遥控车 子玉 你哥哥呢 在空房间 谢子玉年纪小 只知道那个房间里很空 不知道那是谁的房间 还没出来 温一看向房间门口 谢商不到一点过来的 现在临近五点 乔尔薰炉里的香传已经燃完了 醉叶金也抄完了 她和尚书 搬开书案 从蒲团上起身 因为酒贵 膝盖已经没有知觉 她把手抄的经书 放在了一项旁 她看着一项 您对温长林有怨吗 一项回答不了她 她也不需要答案 若是有 记在我头上吧 她字字有声 希望泉下能听到 小叔 我现在要偏心温小姐了 所以 请不要记她的过 她把熏炉和树案放好 走出房间 温一见她终于出来 悬着的心这才放下 四哥儿 快来尝尝我做的饼干 谢商过去 尝了一块 味道好吗 味道很好 还有别的口味 温一去厨房拿 温小姐喜欢甜的 谢商跟过去问 温一 可以给我打包一份吗 当然可以 我做了很多 给你多装点 温一去打包 拿了四个大盒子 谢商在客厅等 谢子玉也在客厅 她在玩 用笔戳插座 子玉 谢子玉立马站直 老实芭蕉地顶着锅盖头 哥哥 谢商对小孩子 向来是温柔的 没说重话 不能玩插座 好的 哥哥 谢子玉坐好 温一在厨房校 四哥儿教小孩 很有一套 这以后要是有了孩子 肯定会教养得很好 六点 前周周还没下班 今天有个当品的评估书 来得太迟了 她还没忙完 谢商回来了 十家员工 前周周微笑相迎 老板您回来了 谢商走过来 你现在有空吗 有的老板 去院子里说吧 前周周先放下手头的事 跟着去了茶室 谢商在泡茶 温壶 闻香 烫杯 分茶 每一步都细致入微 前周周不懂茶 就是觉得很赏心悦目 老板亲自泡茶 她担不起啊 不用这么客气的老板 谢商把茶杯端给她 之前你生日 我送你的生辰礼物 还在不在你那里 在的 前周周喝了一口茶 虽然不懂 但是好喝 能否把她归还给我 前周周答应得十分爽快 可以可以 前周周知道谢商的为人 她会开这个口 肯定是因为必须得开这个口 谢商做了解释 那个贵妃卓是客人的东西 她的生意没有做成 所以卓子要归还 那是富颖的当品 她现在一腔心思 都落在了温长林身上 那桩典当自然要终止 如意当铺都是死当 做不了的生意 根本不会接 前周周就职以来 第一次碰到 生意做不成的情况 她不免好奇 那位客人要的当今 连您都办不到吗 嗯 我办不到 谢商没有细说 前周周也机灵 不刨根问底 镯子在我家呢 我明天带过来 抱歉 因为我处事不当 给你造成了困扰 谢商从旁边的茶柜里 取出来一个纸袋子 放在桌子上 这是新的生辰礼物 你如果不喜欢 也可以直接告诉我 你想要的 前周周打开看了一眼 顿时心花怒放 喜欢 古董手炼A 她可太喜欢了 这样的老板 她能赴汤蹈火 卖命五百年 隔壁院子 童童在院子里玩像皮泥 用泥捏团子 光被挡住了 童童抬头 哥哥 坐在竹床上摘豆芽的 温长林听到了 回头看 谢商递给童童一个袋子 给你的 里面是从花间糖 打包来的饼干 童童开心地抱住 笑得小酒窝露出来 甜丝丝地说 谢谢哥哥 还有一份是给温小姐的 温小姐双手接过 学童童 谢谢哥哥 谢商 她都没反应过来 温小姐演完了 又恢复钢铁座的温小姐 不记得前面还有个男朋友 没支架打不开的盒子 她就张嘴去咬 谢商无奈 结果盒子帮她打开 她说谢谢 吃了一块饼干 拍拍饼干谢 继续摘豆芽童童 不喜欢吃豆芽上面的黄豆子 要一根一根摘掉 谢商在温长林旁边坐下 你先吃 我帮你摘 好 她把菜篮子给了谢商 端着盒子吃饼干饼干的甜度 很合她的胃口 酥酥脆脆的 好吃吗 嗯 温长林给谢商喂了一块 太阳快要落山了 天边是暗橘色的 夏日的风微微发烫 把树上焦黄的叶子摇下 叶子转着圈圈 晃晃悠悠地落下来 温长林抬起手 谢商下意识地低下头 她的手在空中停顿了一下 还够不到吗 谢商把头再低了一点 温长林把落在她头上的半片枯叶拿掉 拿了饼干后 有滋滋的手可能弄脏了她的头发 她说 有叶子 谢商是很骄傲的人 她并不是那么容易低头的人 四日 谢商在问林轩约见了傅颖 她把装着贵妃镯的原木盒子完毕归还 如意当铺只有死当 从来没有主动退还当品的先例 傅颖没有打开 谢老板这是什么意思 你的生意我做不了 傅颖是聪明人 很快就猜到了 脸上的表情诧异 你爱上温长林了 谢商没有一丝迟疑 是 傅颖笑 眼神很冷 居然承认得这么爽快 话说得这么明 谢老板是有备而来 她慢悠悠地倒了一杯清水 润润嗓 别让你知道 我现在是温长林阵营里的人 是你的敌人 傅颖爱惜地摸了摸盒子上的纹路 盒子里装的当品是她外祖母的嫁妆 要当温长林求而不得 痛不欲生 没想到 到头来给自己招了个敌人 我这算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吗 谢商把放在椅子上的文件袋 推到傅颖面前 先兵后礼 她是很讲规则的人 我违约在先 理应赔偿 这份资料你应该很需要 傅颖打开看了看 确实很需要 有了这份资料 她可以早一点送周家老头上路 谢商不急 耐心地等她看完 问 傅小姐 我取消典当 你接受赔偿吗 她不急不徐 处理得游刃有余 她太懂得怎么先发制人 舍打七寸 傅颖根本拒绝不了 接受 接受了赔偿 后面就要按照谢商的规则来 那典当的事接过去了 现在说你或温长林之间的事 温长林的事是私事 她就没那么好说话了 温昭阳那个案子一点很多 我建议查清楚再去寻仇 如果你非认定温昭阳就是凶手 那也行 你可以选择继续报复温长林 但我作为她阵营里的人 会竭尽所能地阻止你 她身体后靠 单手搁在桌上 举手投足间 竟是举棋若定的从容 另外 我这个人比较记仇 你对温长林不利 我也会对你不利 所以请傅小姐三思后行 第九十四章 谢商失控的占有欲 长林的剧本开始 另外 我这个人比较记仇 你对温长林不利 我也会对你不利 所以请傅小姐三思后行 傅颖神色冷然 你威胁我 谢商不否认 你可以这样理解她起身 态度已经表明 没有必要再担得双方的时间 傅小姐慢慢喝 谢商先走了 并将门带上 傅颖独自坐了一会儿 杯子里的水已经凉了 她用手指沾着水 在桌上写了一个字 温温长林的温 她笑 如新四月的人又怎么样 还不是一样 让温家女蛊惑了心 傅颖拿起谢商留下的那份资料 放进包里 转身离开 她推开门 门口笔直站着一个男人 将近一米九的身高 光是湛纳都能给人极其强烈的压迫感 夫人 她是周家老头的续贤 很多人都叫她夫人 或是周夫人 男人叫陈白石 是她那个孝顺的妓子 在她差点被车撞死后 特意请来保护她的保镖 那孝顺的妓子也是有点脑子的 为了塞个人过来 把车祸弄得有模有样 她要是不收下 都对不住妓子的良苦用心 陈白石是名退役军人 如果要用一种动物来形容她 阿拉拜咬狼拳很适合 凶猛强壮 不喜欢主动进攻 但领土意识强 对主人很忠诚 换个说辞 她是一条忠诚度很高的狗 刚上车 陈白石的手机就响了 傅颖坐在后排 用裸粉色的高跟鞋 踢了踢前排椅子的后背 笑着讥讽她 怎么 又在跟周胜汇报呢 她把手机扔进扶手箱 不是 作为一个眼线 陈白石的演技 差了点可能因为她是军人出身 做是板板正正这样的人 做什么不好吗 非要做眼线狗 傅颖督懒地陪她装 稍稍起身 纤细的腕子绕过主驾驶的头枕 葱白的手指似有若无地 点着她的肩膀 陈白石 周胜给了你多少钱 她生了双性眼 圆圆的脸 笑着开玩笑 要不你当我的人 我给你双倍 陈白石做得端正笔直 脸上的表情丝毫不见松动 浑身的肌肉 每一块不是硬的 永远正经八百 夫人 车子要开动啊 请你坐好 她嘴里的那位夫人 已经把手指伸进了她的衣领 她一身粗糙硬骨 与女人细嫩绵软的手 有着极为鲜明的对比 淡淡的香水味 从身后 潺潺绕绕地过来 如果不要钱 人也行啊 陈白石 人如其名 是一块撩不动的石头 夫人 请坐好 傅颖脸色一秒转变 漂亮的美甲 在映如石头的肌肉上 抓出来一道红痕 都是做狗 非要做周圣的狗 没意思 她坐好 闭上眼 不再和石头说一句话 陈白石这人 别人若不开口 她能一辈子不说话 做过降噪处理的车里 没有一点声音 陈白石开车很稳 傅颖睡着了 又在噩梦 嘴里含糊不清地 呢喃着一个名字 别人都叫她周夫人 但周夫人其实也才27岁 陈白石把车停到路边 关掉车内全部的灯 然后什么也不做 就那样等着 谢商在路口停下 远远地 看见温长林 和一个陌生男人在说话 路过的车突然鸣笛 温长林没听清 男人便凑近了一些 不知道在说什么 说了有好几分钟 男人一副心情很好的样子 笑得很开朗 等人走了 谢商才过去 随意地问 他是谁 温长林说 不认识的人 他刚下班 现在回家 你也刚回来 嗯 去见了个客户 谢商走在温长林的右边 不认识的人 怎么找你说话 他向我问路 那人是游客 他问温长林 梅花巷子怎么走 还问这附近 都有什么好吃的 好玩的 温长林拿着手机 在看猪婆婆发的消息 没有看人 谢商 你喜欢吃咸粽子 还是甜粽子 过几天 就是端午了 谢商反问他 你喜欢哪种 我喜欢甜粽 他说 甜的吧 温长林回复猪婆婆 说他跟谢商 都吃甜粽 他一只手 抓着谢商的衣服 跟着他走 偶尔脑袋会顶到他后背 他也不看路 一直看手机 猪婆婆说 明天包粽子 问你有没有忌口 没有 他低头打字 歪歪扭扭地 走到了鹿岩石上 谢商停下脚 扶着他的腰 把他带下来 走路别看手机了 温长林握了声 好好走路 快到家的时候 谢商突然说 刚才那男的 眼神不太好 温长林回头 嗯 怎么又说回去了 他看不出来 你鹿痴吗 还找你问鹿 所以他到底是在说 别人眼神不好 还是在提醒鹿痴 要有自知之明 温长林摸摸鼻子 无法理解男人 谢老板 你说话好毒啊 谢商不说话了 到了家 温长林回自己院子 过了门槛时 他回头 你不回家吗 谢商进来 拉过他一只手 抱住他 他有一点猛 对不起谢商压着嗓音 向他道歉 我刚才说错了话 他刚才语气不好 谢义那个男的离那么近 谢义他和温长林一直说话 温长林用下巴蹭蹭他的衣服 很喜欢他身上的沉香味 不用道歉 我没在意的 对不起 谷开瑜说得很对 有些病症潜伏压抑的太久 爆发的时候会来势汹汹 他目前还处在来势汹汹的阶段 所以有点处理不好 长林 嗯 不要忘记我们的约定 卸伤楼井温长林的腰 最近他的身体总是不受控 想跟他更贴近 你要爱我 他迫切地想被温小姐爱上 迫切地想被他标记 温长林抬头 看飘过去的一朵云 目光清明 我没有忘记 XX 二楼的灯亮着 电脑一直开着 温长林进来后关上门 长林 声音从电脑里传来 温长林坐过去 那头的人在倒酒 有液体碰撞的声音 游戏可以开始了举杯 碰了碰电脑 长林 祝你顺利 温长林同样也说 祝你顺利 他关掉语音 把微型摄像头里的视频画面 调出来 岛屿 别墅 海浪声 男男女女 摇晃着身体 正在狂欢 两天后 同太时被拍到坐着豪华游艇 前往私人岛屿 还带着四位女性友人 护士们闲聊时 说起了这个八卦 我还以为他进去了 小菜以前是同太时的真爱粉 现在是黑粉 每次说起同太时 都犹如吞了一百只苍蝇 背井硬背 被那么多人出来捶 也顶多是混不了娱乐圈 日子照样过得滋润 温长林对着电脑 在看医生刚开的医嘱 试过得很滋润 给崔英的那张当铺名片 只是个开胃菜 正习还没开始呢 第一个居准目标同太时 第九十五章 长林吊码现场 肿瘤科大楼的每一层 都有一个儿童之家 是专门给儿童患者建的乐园 里面小朋友众多 还有一个大朋友 小朋友问大朋友 哥哥 你觉得我投得进去吗 大朋友敷衍作答 投得进去 不是这样 你要是我投不进去 然后我再投给你看小朋友 再重新问一遍 哥哥 你觉得我投得进去吗 投得进去 小朋友要被气哭了 妈妈 我不跟哥哥玩了 就会哭着找家长 就你有家长是吧 燕丛 大朋友燕丛立马转头 嘴角高高挂起 他的家长也来了 温长龄一眼就能看到他 他在病号服的外面 套了一件银光绿的 卫衣少年身形单薄 却穿什么都好看 里面好玩吗 不好玩 小孩子吵死了 燕丛跟着温长龄回到病房 他把药给他 今天好一些了吗 燕丛昨天一直高烧 他点头 把药吃了 今天不疼 温长龄包了一颗糖给他 医院好无聊 他跟温长龄抱怨 我家老头子游戏都不让我玩 长龄长龄 我快要长草了 温长龄看不得他这种求人式的眼神 想着他状态好了不少 就心软了 那要不要跟我出去玩 要 燕丛立马从病床上起来 去柜子里翻出门要穿的衣服 温长龄的表情很纠结 哪里都可以吗 哪里都可以 他可以跟温长龄去天涯海角 可以跟温长龄去杀人纵火 他们还争去了海角天涯 海角天涯是一家顶级俱乐部 是国内营业面积最大的娱乐场所 坐落在帝都高消费的商圈金三角区 海角天涯的东架信同 一楼是接待厅 用来接待贵宾 今天一楼有客 和经理正在做安排 安保师的齐主任匆匆赶过来 和经理 什么事 安保师那边出了点问题 齐主任说 监控好像坏了 和经理先放下手头的事 过去处理 海角天涯的四五层都是包房 根据最低消费水平 划分了三个等级 六层是顶楼 顶楼直接带DIP和同家的客人 一对年轻男女在电梯口 被保镖拦下了 先生 请出示您的邀请函 男孩看上去年纪很小 全身上下都是高定 气质一看就精堆玉气养出来的 他问身边的女伴 零零 那张烫金的折子呢 海角天涯顶楼的通行证 正是一张烫金的邀请函 两位保镖一同看向那位叫凌凌的女孩 她穿着一条设计很特别的黑色裙子 右边尖头一领松垮垮地挂在胳膊上 露出里面的黑色吊带 只露着一边 吊带是两条细长皮带的造型 配合着金铜色的链子 其中一条绕过肩膀 在腰间收紧 脖子上配了铜色的贴紧项链 裙摆长到脚踝 左边高开叉 隐隐约跃露出白细的腿 她身材比例很好 这条裙子更突出了腰盒肩 她脚下穿的是黑色的绑带膝高跟 个子本就不低 这一身穿戴又甜又酷 漂亮地让人移不开眼 再看她的样貌 一双眼睛实在灵动 像林中的梅花露 有着不安适适的 唇不能单单用漂亮去形容她 她身上有一种互相矛盾的特质 既有唇真感 也有熟灵感 育而不自知 她玩着头发 公主切很适合她 换衣服的时候扔哪来着 忘了 那就是没有邀请函 保镖只能公事公办 不好意思 顶楼需要邀请函才能进去 新来的 男孩性质傲慢 但五官生的精致 仰头看人竟也不惹人生厌 她有些趾高气昂 连我都不认识 这语气一听就是少爷 帝都脚下 少爷很多 保镖仔细打量斟酌 就怕不小心得罪了人 您是 男孩不耐烦 把你们少冬家叫来 另一位保镖说 我们少冬家他不在 少冬家要晚点过来 叫凌凌的女孩 娇气地抱怨着 搞什么呀 他不满地冲身边的男孩 发小脾气 你跟他们费什么话 直接打电话给同太时 问问他晚上九点的趴 还搞不搞了把人叫来 又不让进 烦死了 晚上九点 少冬家要在顶楼的大包房 搞私人聚会 这事两位保镖都知道 这信息也都对上了 保镖生怕真惹怒了少爷小姐 搞不好要丢饭碗 于是放行 不好意思 小姐 是我们疏忽了保镖让开路 亲自为客人刷电梯卡 态度毕恭毕敬 两位 这边请 两位贵客搭乘电梯 到了六层 叫凌凌的女孩还生着气 语气不大好 不用跟着了 我们知道地方 两位保镖拾去的没有下电梯 供送客人 电梯门关上 温长霖和燕丛 不约而同地走向了楼梯间 得先找个没有人的地方 燕丛 帮我望风 好 温长霖拿出包包里的电脑 海角天涯平时接待的客人 非富极贵 尤其是六层的VIP 网络防御系统自然是最顶级的 但是 不到十分钟 所有VIP的门 全部自动解锁 包括六千零一十三的门 宋三方诧异 诶 门怎么自己开了 刚刚还是锁着的 谷一欢睁着眼胡说八道 老天在助你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们是来抓奸的 就差临门一脚了 宋三方在那游游郁郁 作为狐朋狗友 谷一欢看不下去 磨磨蹭蹭地干什么 还抓不抓奸了 宋三方死要面子 要真是他怎么办 芬啊 不然留着给你支绿帽子啊 谷一欢受不了他的优柔寡断 抬起还没拆石膏的脚 一脚踹开了门 屋里的男女瞬间犹如惊弓之鸟 从床上弹起来 谷一欢三观震碎 我草 里面一个女的 两个尖夫 宋三方一把抢过谷一欢的拐杖 冲进去打尖夫 6019是大包房 平时都是同家人在用 没有准许谁都不能进这伙门开着 里面有人 穿着服务人员的工作制服 六层的经理姓楚 你在里面干嘛 工作人员被吓得不敢抬头 小声回答 扫地 这里不用你打扫 他窃窃地解释 我看门开着 楚经理冷着脸呵斥 出去 工作人员出去后 沿着过道一直走 他右拐 走进了一间工具房片刻之后 穿着黑色裙子的温长林出来了 他去楼梯间 燕丛正坐在台阶上 听见开门声 立马站起来 是温长林 燕丛 走了 燕丛手里拿着他的东西 弄好了吗 弄好了温长林把包接过去 是不是很无聊 他摇头 有点失落 我都没帮上忙 帮上忙了 而且我本来就是带你来玩的 一楼安保室 墙上的监控终于恢复了 负责的程序员松了一口气 修好了 和经理问 刚刚怎么回事 原因查到了吗 没查到 而且根本无从下手 程序员怕被追责 就应付说 应该是电路的问题 和经理倒没多想 只是再三嘱咐 你再仔细排查排查 晚点少东架和他朋友都过来玩 可别搞出了什么岔子 现在是帝都时间 8点57分 从警局出来 谢商就没再说一句话 车里太安静了 古一欢处得慌 四哥 以后这种事情 找你哥 古一欢可不敢找 古开云会罚他超一百遍道德经的 那他宁愿去蹲看守所 他额头有块青子 底气不足的狡辩 也不能全怪我吧 送三方非拉我去的 谢商没看他一眼 平稳地开着车 你该反省反省 为什么这种偷鸡抓奸的事 别人总喜欢邀你 古一欢是真诚发问 为什么呢 谢商再好的耐心 都被他折腾没了 把嘴闭上 古一欢 哦 车开了一段距离 古一欢发现不是回家的路 他看看窗外 夜晚的路有点难忍 四哥 这是去哪啊 谢商的车 停在了地红医院门口的停车位上 谢商先下了车 自己去挂号 古一欢把拐杖弄丢了 一缺一拐地下来 那你呢 温长林说 今天要晚一点回去 谢商直接按数字拨号 按了四位数字之后 温长林的号码就出来了 他拨过去 下一秒 铃声从后面传来 谢商回头 古一欢拐了几步 发现谢商站着不动 四哥 你看什么呢 他也看过去 然后他震惊 令 六年前只是匆匆一见 健忘的古一欢早就忘了他的样子 再看到这双眼睛 他才想起来 如果他的脸是一百分 那他这双眼睛能占到七十分 谢商站在原地 长林 古一欢二次震惊 温长 令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没有戴眼镜 穿着甜辣风黑裙子的温长林 他们是同一个人 温长林小跑到谢商面前 你怎么来了 来接你谢商看了一眼他的裙子 很漂亮 漂亮的他想藏起来 你去哪了 去完了 路对面 燕丛慢慢悠悠地走过来 古一欢觉得瞳孔要地震了 这是抓奸现场 燕丛和小孩那几句对话 改自网上人类幼崽的视频 古一欢 为什么抓奸的事总让我碰到 好